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黃雪瑩,先請出今天的嘉賓 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經理陳偉聰 Jason,你好 雪瑩,你好 和你談談鐵路板塊 中俄方面,簽署了一些高鐵合作備忘錄 包括構建北京至莫斯科的歐瓦高速運輸走廊 有指運輸走廊在中國企業籌集超過600億元人民幣參見 會否對於動車組或基建組方面 都可以帶來一個不錯的利潤 以及俄羅斯和中國方面的合作 是否可以看到一百年呢 因為俄羅斯來後都會舉行世界輩 當地的交通設備不算太完善 似乎都要靠中國的動車組或基建組去幫助 始終你說俄羅斯本身都是一個相當大的國家 以及最近這五至十年裏面 其實那個國家的發展都相當快 所以你說要在鐵路方面 要再進一步完善 要再進一步增加覆蓋率 我相信都是無可避免 也都是現在俄羅斯和布京總理那邊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方向來的 你說他和中國合作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啓示性 因為一來本身兩個國家 其實之前都有相當多的合作項目做開 包括大家還記得今年年初的時候 兩者方面都簽訂一個天然氣的公器協議 另外最近李克強總理去俄羅斯訪問 除了在鐵路的發展會合作之外 也都是有很多其他包括核能 或者其他信息科技等等這些項目都會合作 所以你說兩者的關係其實都是相當之緊密 所以你說這次俄羅斯去選擇和中國搞這個合作 我覺得都是屬於一個叫做兩者關係進一步的合作的表現 二來本身中國和俄羅斯方面在莫斯科和北京 其實那個距離相對來說不算遠 還有現在都有越來越多的經貿來往 由俄羅斯和中國方面去到大里 如果你說接下來真的有一條歐亞的運輸通道 可以經過高鐵由北京方面連接到莫斯科 我相信就令到兩者之間的經貿會更加是暢順 所以這個也是帶來一個很好的經濟效益 如果你說說到接下來這個歐亞航線 真的可以是動工 真的有些工程可以起動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無論是一些基建相關 包括我們經常說的中鐵、中鐵建這一類做承建商的股份 又或者是對於一些做設備的 包括藍車、北車這一類的股份都應該是有利 但如果你說兩者比較有利的一個板塊 我就覺得以一個設備類的股份為主 因為講到承辦工程方面 其實俄羅斯方面都應該有相當多的contractor 就是做開這一類的項目 所以你說究竟這一個航線 特別是在俄羅斯那一部分 是不是真的會有聘請國內的成建商上去起呢 我相信機會就不大 但相反如果你說真的有一個路軌 起了出來之後 要買一輛車在上面走 那我相信那個動車組 特別是一些嚴寒的天氣 一些叫做極端的天氣底下 要可以承受得到 那我相信中國北車方面的設備 相對就會是受樂一點的 因為現時見到 北車在內地的北面的城市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又或者去到黑龍江等等 其實都是有一些相對是先進 和就說都能夠是抵禦到一個高溫 又或者是極端天氣的動車組出到來 所以你說接下來 真的去發展這個中俄方面高鐵的項目 那當中的設備 我相信都是以會是採購北車那些動車組為主 那雖然你都提及到 就是北車比南車方面 可能就有一個好處在這裡 因為它本身都是北邊方面造車 對於嚴航天氣的一些零件 或者是車組來說 都會做得比較好 不過都見到 其實藍車和北車各有A股在這裡 見到現價來說 H股比A股是貴的 那怎樣看回這個部分 會不會令到 雖然北車的前景看得好些 但是都可能H股方面 那個上網的空間變得沒有那麼多呢 如果你說北車方面 現在H股在做6.7多 A股方面是5.4多 你計算人民幣 如果說了兩成左右 其實兩者的差距又不是特別大 那現在H股方面 都仍然是便宜 大約是5.7% 但是你說這個幅度來講 都不算特別大 現在有很多的A股 都是比起H股方面 仍然都是便宜 可能是十多個% 那些內銀股那些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你說純粹拿H股的差價 放在這兩隻股份上 我覺得那個影響性 就不算太大 好 最後再跟進 除了剛才提及的資料之外 都知道今年年尾 繼續都有第二輪的招標 都看到第二輪到12月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 有100億人民幣這麼多 相關的動車零點部 生產商都會受益 藍車和北車的受益性有多大 是 看回在8月份的時候 都做了第一輪的招標 當時的規模 比較多 400億 都是集中在250公里 和350公里 那個動車組的產品為主 當時就見到 在250公里方面 那個產品 就是以藍車相對的佔比 就比較多 去到350公里 通常兩者都是評分的 甚至乎是北車會多一點 我相信 如果你說到12月再採購 兩者的佔比 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更何況 看回本身 今年1月至8月來講 內地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的總額 先做了4千億左右 如果去到全年 要達到當初所定的目標 8千億 其實我相信在這幾個月 應該都還會加快鐵路項目的動工 所以你說接下來12月 招標量 現在估計100億 會不會到最後 比這個金額還要多呢 一旦出現了一個 就是超乎預期的數字 我相信對於藍車和北車來講 都應該會有正面的幫助 好 看看其他資料 就說到中國鐵路總公司 都表示了 全年固定的資產投資資金 來源已經得到保障 都可以確保到 今年可以完成到目標 未來的時間 就要再加快進度 謝謝Jason 跟我們分析了整個 現鐵路板塊 以及藍車和北車方面的情況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 跟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我們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稍後再談